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法拉利就要有最顶级的待遇 今天我们在这个拥有顶级待遇的地方来看一辆刚刚发布 刚刚量产的全新跑车 这辆全新的跑车是在2021年6月发布 2022年量产的 296 GTB 296 的意思代表着法拉利全新开发的 2992cc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GTB 是 Gran Turismo Perinda Perinda 在意大利语的意思就是跑车 如果各位是非常熟悉法拉利跑车的话 可以发现这辆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凑 而且它的车身线条也不复杂 就跟之前发布的 Roma 是一样的 只是它变得非常的小 其中它的轴距只有 2600mm 是我们熟悉 B Segment 的轴距 而且它的车长也不长 比较值得在意的是它的车宽 达到了1900mm 这样就代表着它在行驶的时候 可以有比较好的稳定性 以及比较好的操控表现 同样的在这个外观细节方面 我觉得它跟 Roma 也是非常的类似 这个头灯组呢 非常的晶莹剔透 非常的锐利 真的是深深震撼你的心灵 而且在这个越马 Logo 的下方呢 它还有一个 一个图特的风气力学的设计 这个空气力学的设计 可以额外提供车辆100公斤的下压力 让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可以有更好的稳定性 赛道机器必备的设计 296 GTB 是一台中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跑车 所以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呢 还有这个引擎摆放的位置 基本上是堆掉的 它的置物空间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些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Kit 在这边还有个名牌 你选配了什么套件 它都会在这边有一个名单让你看清楚 而且这个置物空间表现 我觉得放一个行李箱 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在这个置物空间的附近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货帧驾驶的碳纤维材质 不仅可以降低车身的重量 而且还可以加强车体的刚性 根据资料呢 这款车的车重只有1400多公斤而已 你说轻不轻呢 作为顶级的豪华跑车 法拉利将轻量化进行到底 就连这一个盖子 它都是铝合金的材质 非常非常的轻 OK 296 GTB 是一辆符合现在时尚趋势的跑车 它不仅有着downsizing 而且还有这个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充电口主要在这边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为25公里 而且因为特别的调节特别的设定 如果说你在下赛道的时候 这个动能回收系统呢 会非常快速的为这个电池组进行充电 所以不需要担心电池用完之后 引擎的动力就会出现下降 而在这边它采用的是20寸的轻量化锻造轮泉 而且它和米其林深度定制了这个PILOT SPORT 4S 这个轮胎并不是在哪里都买得到的哦 重点是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采用的是前后配的设定 前面跟后面的这个轮胎尺寸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辆中后置引擎的车款呢 散热跟进气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原厂在左右两侧呢 各设置了一个进气口 它可以帮助引擎进行散热 而且优化它的进气效率 而在这边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散热口 让这个风呢可以从前面进入 后面排出加快引擎的散热效率 而且在这边下方你也可以看到 非常多碳纤维的设计 它不仅可以增加这个车的运动表现 也可以增加车体的刚性 这个引擎盖呢设定非常的奇特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玻璃的面罩 打开了之后 这一个就是全新的3.0L V6双涡轮振压引擎 它的涡轮呢来自日本的IHI 这个IHI的涡轮有什么特性 轻量化低关性 由于它的叶片进行了轻量化处理 因此在废弃推动这个涡轮叶片转动的时候 它可以有着非常快的响应速度 借此来降低这个涡轮引擎的TurboLeg 如果大家看这个引擎的输出表现呢 其实已经超过了600HP 在搭配了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突破了800HP的大光 而且匹配的是拥有F1赛车技术的 8.4双离合器变速箱 在这个极致的换挡效率 加上极致的引擎表现之后 它的0-100加速表现只需要2.9秒 而它的这个0-200时速的加速表现只需要7.3秒 7.3秒你的车子可以完成0-100加速了吗? 人家去了200 发拉利不是一款车 它是一个艺术品 一个绝佳的艺术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内装表现 跟以前的发拉利有着很大的区别 它主要给你的是时尚极致的感受 而且科技感非常的浓厚 例如说这个数位化仪表它的显示资讯非常非常的清晰 不管是赛道资讯车辆资讯还是时速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那边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高清的荧幕 另外在驾驶座这边呢也有一个触屏的界面 你可以通过触屏界面为这个车辆进行一些控制 而这个方向呢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它是一个货真驾驶的carbon fiber steering 上面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按键 而且还有这个暗光的设计 看起来真的是帅 帅到分手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左右方向灯是在这边的 另外呢原厂也为车辆配备了JBL的顶级音响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想要听这个引擎的月娥声浪可以 你要听绝佳的音响也可以 另外一点就是在这个门板这里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按键 例如说凯门的按键 打开引擎盖的按键 打开添油口的按键 以及打开这个插电式充电口的按键 296GTB的这个换挡方式跟这个SF94 还有这个ROMA是一样的 采用这个推杆式的设计 非常非常的精致 真的是艺术品 精品 还有时尚品 另外它的冷气控制是在这个范围 是一个触控的面板 而在这边就是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触控屏幕 你可以控制车辆的一些资讯 然后冷气啊等等等等 设定也可以在这边做设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已经突破了很多人的认知 跑车不只是跑车 它也可以是科技餐厅 当然在上面 这个触感绝佳的皮革上面 也写着296GTB 这16个字样 这个座椅的设定 也非常的符合人体的工学 不管你是一般的驾驶 或者是下赛道的话 它都可以给你绝佳的乘坐感受 这一款全新的296GTB 在马来西亚的售价超过120万令吉 而且是不包含税务的状况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问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公布一个包含税务的价格 可是实际上呢 这款车你购买的话 除了税务之外 你还要选配一些套件 如果加上这些套件的话 我相信每一辆车的价钱 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直接来这个法拉利的专事厅询问详细看看 不过一般上预测呢 这款车包含了选配套件加上税务之后 它的售价大概是300万令吉到400万令吉左右 你觉得这款车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留下你的看法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